HELLO 大家好,又來到 OMAR CAR SET的時間 這次已經進入九月份的尾聲 十月都來緊,秋天已經在我們周圍了 所以我們做這個差不多是鮮紅色、火紅色 以及橙色配搭的 OMAR CAR SET 特別的地方是甚麼呢 就是這次我們會用上微型或小的蘋果來做我們的裝飾 這些你大概在超級市場看到有些日本的蘋果 其實都是這麼小的 這次我們裝飾用的蘋果 剛好就是這個時間才會有的 配上我們自己掩飾的球狀的菊花、秋菊 還有幾種很美麗的小菊 還有這個這麼嚴厲的Freedom玫瑰 再加上來自意大利的油加利Preserve的葉 還有少許這些魚蛋 整個作品就非常之有秋色 這次我們會是插花的 不是就這樣插,好瓶都了 我們這次會用上花泥,所以整個餘口 這個優雅古典的金屬花器 都是屬於你的 一起來玩一下 其實做出來一點都不難 但是氣氛是非常之有的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Omakase 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Omakase這個時間 今個星期我們就會做一個有蘋果 很溫暖的一個作品 你看見我們打開了花材包 把我們的材料拿出來 大部份都是秋天的花材 還有這個盆上有一塊花泥 我已經把它浸濕了 把它放進去 其實你的花泥也要這樣 把它浸濕了之後就把它放進去 這個邊最好找刀削了一點點 然後把它放進去 有這麼深得這麼深 穩固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我們就可以開始插花了 好 今次我們的作品 其實有好幾樣的材料都是秋天獨有的 例如這些染了色的油加利葉 這個這麼漂亮的染了色的菊花 這個是我自己驗的 我們有一些玫瑰 玫瑰我覺得其實這顏色都很適合的 這顏色叫Deep Purple 有一些魚蛋叫Crispedia 我們有一些小菊 我已經把它事先一堆堆剪下來 還有蘋果 蘋果仔 大概一節就等於你這個盤的直徑長少少 好像這樣 給這個盤的直徑長少少 然後我們就打側地在這個盤邊這裡 把它插進去 第一節是這樣 這樣放在這個盤邊這裡 然後第二節我們就把它放在這個盤的另一邊 即是好像我現在這樣 那你做了出來 你看到就好像一整支的蘋果 這樣放在這裡 這些蘋果真是秋天才有 如果你是去Chickup市場買的話 其實你都可能會在Sogo 或者在一些日本Chickup市場 會見到一些合合的賣 那些就能吃的 那些叫做天之嬌女蘋果仔 但這些其實就不能吃的 吃你不死 你放進口裡 可能都會覺得其實沒有什麼味道 如果你再有剩下這些 我們就把它在附近的地方 將它把它插進去 蘋果可以放很久 最好就不要弄穿皮 弄穿皮就會很快在裡面腐爛出來的 那好了 我們將它橫向地放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我們就要將我們的菊 把它放進去 這個菊我已經事先把它剪到頗短了 就把它放在最前面 簡直是和那個花和那個盆是平平的 有半朵花是遮蓋了盆 有半朵花是遮蓋了花泥的 好了 然後我們就會放進我們這些這麼漂亮的玫瑰 這個叫Deep Purple 你看見其實那個飯好像有染了少少紅色 但是這個其實是自然的 不是染成的 我們就把它放在菊的旁邊 第一枝 然後第二枝就相對地高一點 就在第一枝的後面 高一點 看到嗎?大概是這樣 第三枝我們就要放向後一點的位置 記住了 我們放的時候 最好不要碰到那個蘋果下面的框 大家看到了 前面有兩枝 有一個菊花在這裡 後面有一枝 這個做法就是我們叫一個transition的手法 因為我們不想那些花只有前面有 顏色只有前面有 後面就甚麼都沒有 感覺就會很不得立體 插插 好了 我們其實把油加利爾插完之後 已經看到一個大概的三個形出來了 然後我們剩下一點 我們可以不插字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壽球 把它分一分開去斬件 因為我給你的時候會是整個壽球 我們就將它大概好像我這樣 一拖一拖地撕下來 大概好像我手上這個這麼大 然後我們就找一條鐵線 材料包裏面都有些鐵線 我便找一條鐵線去將它鋪著它 你可以將鐵線長一點又可以 短一點又可以 然後我們就將它WIRE了它 然後就令到那條棒會大概是這樣 這樣就有一枝鐵線凸出來 讓你可以插入花梨裏面 好了 我們現在需要做的 就是大概五至六塊或者七至八塊這些壽球 我們就將剛才這麼紅色的地方 就用這些比較暗的藍色去把它分開 這個做法是很秋天的感覺 因為我們想將整件事不僅只有紅色和橙色 我們也想有些暗的顏色 就像秋天的夜晚一樣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秋天其實就是 日頭的陽光 或者日照時間相對地比較短 所以晚上來 天空其實出現的顏色 就像我們這些壽球一樣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紅色和橙色 就剛剛好適合地 contrast 到我們用這個這麼暗的 叫做Pinpanel的壽球 好了 好了,拆完之後 就應該好像我手上這個這樣 你會看到 在一個暗的壽球的底色之下 上面就有一些那麼Sharp的菊花 還有一些紅色的玫瑰 走出來 還有一些有加利生出來 當然就不會這麼簡單 我們也有少少這些的菊仔 用來做過渡的 這個過渡的意思 其實就是將我們好像連線一樣 將每一朵玫瑰 由它獨立的空間連結起來 怎樣為獨立的空間連結起來 就譬如說我這裡有一朵玫瑰 這裡有一朵玫瑰 我們就將它用這些菊仔 好像砌一條路仔 將它連結起來 這些菊仔千萬不要太隨便 如果你太隨便放 通常都會覺得 效果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們通常將它組合在一起放 應該有兩種不同顏色的菊仔 看到側巾的做法就是這樣 將它由一邊帶到另一朵玫瑰 所以我們出來的效果 就會是統一 有連貫性 還有有故事性 因為這是一個秋天的作品 秋天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菊花的成份 因為其實我們這次用這些菊 其實也是秋天才會有的花材 你看見的就是後面 我現在處理的就是這個花的前面 其實兩種菊花和我們的售球 或者玫瑰都非常鹹摺 如果不用那些花 我們就將它組合在另一邊 好了 接著我們就要加入我們的魚蛋 魚蛋有很多種不同的長度 或者有很多種不同的插法去做 你看見有些這樣直 有些這樣的彎 彎的其實我們是可以這樣做的 我們可以看到三角形是這樣的 這裡有葉的我們就不要放在這裡 這裡和這個距離不夠這個和這個距離那麼多 所以我們的魚蛋就放在這個地方 可以伸出一點 然後我們甚至可以express少少少 你喜歡高一點的也可以 放它下去也可以少少傾前 你不一定要全部同一個高度 你可以有些不同的高矮 我們大概有半打 有六顆 甚至你喜歡有些短一點的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前面 就令到前面和後面都有一個連貫性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這樣 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們剛才還剩下一兩枝油加利葉 我們就把它放在這裡 到最後我們把它轉一下 其實那個效果也不錯 這樣就把最後一枝油加利葉 都把它放進去 或者放在這裡 這樣就可以令到整件事 就很有層次 這樣就由一個秋天 過渡到一個深秋的感覺 這個蘋果仔也有一個感覺 好像很sweet 好像蘋果批一樣 Apples in your rice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Omakase 然後再次的那個水 也會吃起來 我會想吃 然後再次的那個水 我喜歡這一個水 你看 這邊 有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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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這樣